10月7号虽然不是假日 但北海道华侨总会选在这一天举行今年的会员大会 本来会长吴达仁任期满两年应该要改选 但是李建士们看了总会张成 表示会长任期还有一年才满 吴会长虽然已经八十几岁 仍然表示愿意继续承担会晤重任 团结北海道的侨民支持政府 并且多办活动联系大家感情 北海道台湾侨民据统计虽然有两百多人 但散居各地北海道地广人稀交通不易 要来往札幌开会往往需耗费一天以上的交通时间 目前有参与华侨总会的会员有四十几人 但是固定出席的多是住在札幌的二十几人 这次总会也邀请在北海道念书的大学生们来出席会议 一方面见习一方面也希望他们以后成为桥界的生力军 让桥团活动年轻化 北海道华侨总会虽然人数不多 达谎代表处配合参加每年的雪季 亲入留学生欢迎会还有华语演讲比赛等活动 对推动桥物跟地方互动贡献两多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达谎分处处长 陈志宏特别在国庆晚会之前来到桥团指导 除了感谢八十多岁的吴达仁会长 两年来为桥团的贡献之外 也说北海道各地政府议员们组成的有华协会 对台湾交流非常积极 希望桥会多跟地方有华团体接触 扩大侨民跟北海道地方的互动 国内国内非常重视我们的华桥 同时我们这个北海道才成立两年 所以说是非常新的一个华桥总会 那么当然跟日本本土一些老桥校 老桥会啊 那么他们的活动是比较热络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也能够巩固桥新 大家都办一些活动 借着这个活动大家能够多接触 那么多一些意见交流 各位在北海道里面生活 那么有机会的话 也跟G-Model的团体能够做一些互动 吴达仁会长说 虽然华桥总会只成立两年 但是北海道华桥除了医生教授之外 也有许多结婚或来就业或起业的侨民 虽然不再杂谎 会长也尽力帮助他们咨询 吴会长希望能够在大家都有空的时间 即和侨胞来办忘年会联系感情 很多就是嫁给资本人 或者是来这里 单独找工作 或者是独立起家也很多 有很多种很多种的时间 常常他们有时候也来找我们来谈一些事 所以说我想 这一个大会 这个总会 虽然是土地大 我们也不能够很简简的来说 我几点什么时候就要来 要集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尤其在蔡总统当选后 吴会长对国家的未来更保希望 他希望在蔡总统领导下 台湾侨民未来在日本 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抬头挺胸 受人重视 让日本人知道 我们是来自令人尊敬 自由民主的台湾 我希望说我们以台湾人的台湾 做真正的一个 我们的被害到台湾的这个侨胞的团体 而且现在蔡总统当选 我们的国家已经改变了 我非常感谢 我虽然现在多受到很多的阻挡 或者是麻烦 或者是拔脚 我相信在蔡总统领导之下 我想我们的国家会 政治属于我们台湾的国家 这是我的希望 一个老人的一个希望 台湾新闻北海道报导 他大家都没听到 没关系 好 谢谢